歡迎收看本週點生活科的報 我是HTC小神童的Dabby 我是盧盧 我是小夏 本週的科技藥文有HTC-1 A9即將登場 華碩推出新筆電 VivoBook 4K 以及Jokla推出藍牙耳機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咦 那這週我們該從哪裡開始呢 那不如就從HTC小神童開始吧 哦 就交給我吧 我不是台車子 首先是HTC在近期發出的邀請函 表示在10月21日將會有新產品在台灣發表 我想八九不離十就是傳聞中的A9要發表啦 再來之前網友就討論非常熱烈的最新照樣系統 將會為智慧型手機市場帶來什麼樣的改變呢 就請大家鎖定點直生活的相關報導 好啦 不要再講手機了啦 最近人家在追韓劇啊 不知道有沒有畫質比較好 它聲音比較好聽的筆電啊 有啊 華碩最近推出了一款 號稱走到哪 家庭聚人就帶到哪的筆電 VivoBook 4K 這台VivoBook 4K 配備了15.6吋4K超高解析度螢幕 內建獨家影像智慧技術 最佳化影像呈現與畫面保證度 並且採用無縫式一體成型的鍵盤 提供精準俐落的回饋手感 此外更支援華碩Ice Cool的散熱技術 提供使用者在長時間使用下 手腕的位置能保持低溫 這對長時間放在腿上使用的男性朋友是一大福音耶 對啊 不然造成不幸福怎麼辦 欸 你們最近不是在比賽減肥嗎 那你們運動的時候會帶耳機聽音樂嗎 不會 啊 不管啦 我現在這一趴我就要介紹耳機啦 給我聽好 JUBA發表了兩款新的耳機 讓你不論是工作 娛樂 運動 休閒 都能滿足 設計 輕巧 時尚 而且提供了優質的音效體驗 而其中一款是為了運動者來設計的耳機 它是內建的運動成效監測的功能 而耳機線呢 也特別使用反光材質 提高使用者夜跑時的安全性 而耳機為了入耳式的設計 無論是慢跑 高強度訓練時都不會輕易脫落 而且有防潑水 以及防震防塵的功能 讓大家即使在不好的天氣環境下 也能堅持下去哦 哇 又到了節目的尾聲了 有想要買新的手機 筆電 還有耳機的朋友 都可以參考本週分享的內容哦 以上就是本週點送的影片好不好 更多進來的內容都要點送的 下週見 掰掰 我是HTC小神童David 我是鱸鱸 我是小夏 本週的科技教委員有HTC1 A9即將登場 華碩退出新筆電 名頭 誰在偷笑啊 我是鱸鱸